新区A13百货警卫拿着告示牌放门口 提醒8月12号要闭馆一天 因为发生了这件事 先议员摆A13在父亲节当年 曾经有确诊者的足迹 所以在8月11号收到通知之后 8月12号停业一天 其次不止A13 这个确诊者其实也曾经到 新光3月的A8地下一楼 短暂停留过 这也让A8馆B1停业 其他楼层正常营业 在8月11号收到通知后 也都进行大清销 根据卫生局资料 这次一共有两人 都在8月10号检测出确诊 CT值都只有11跟12 属于特殊交友圈感染源不明 是今天吗 对 他今天停业一天 我不晓得 会担心坐那边移动去的 当然会啊 匡列他们的接触者 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 昨天应该全部都已经在做处理 所以目前为止 有问题的是人不是场域 所以场域的部分 我们只要把它做好管理 应该不太会有人 是因为逛百货公司而确诊 副市长黄珊珊呼吁不要慌 强调都已经做好匡列 但百货公司现在因降级 慢慢有了人潮 业者就怕疫情再爆 生意又会受到影响 TVB 宣传讯领厂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 X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 X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